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但是看到这种情形 杭丽脸上仍然没有丝毫的喜色 因为从紫物中马上幻化出更多的紫蟒扑射而来 倒是头顶上不时的披下一道道银白色的电弧 无论有多粗大 他根本不在意 当那银弧啊 即将其身之际 他布满金弧的手掌往空中一挥 一下子所有的电弧立刻被吸引到了一起 根本起不到丝毫的威力 突然 两声低不可闻的嗡鸣声在背后响起 韩丽眉头一皱 头也不抬地反手一弹 两道纤细的金弧随之射出 两声霹雳之后啊 一股焦糊的气息紧接着就传来了 韩丽这才扭头看了一眼 只见两个拳头大的飓风正浑身乌黑的从低空直吹而下 这些飓风不但体型惊人啊 浑身上下都是艳丽的黄色斑纹 背后的刺更是有三寸来长 让人看了是不寒而立 但是这种灵虫 韩丽在雾气中少说也杀了三四十只 但除了一开始几只被他用飞剑绞杀之外 其余的飓风啊 均都是被他用辟邪神雷给击毙的 倒不是他的辟邪神雷多得可以肆意的挥霍了 而是这种飓风一开始就让他呀吃了一个小亏 虽然说不知道这个风尾布阵有多么的厉害 但是此风一身碧绿的虫血却具有极强的腐蚀性 韩丽一口飞剑一时不幸啊就沾染了一些之后 表面竟马上变得坑坑洼洼 连飞剑的灵性都受损了 如此一来呢 韩丽自然就不敢用这个飞剑去斩杀此风了 可是偏偏啊此风对火球冰锥这样低阶的法术也有一定的抵抗力 也只能用金壶一一击杀了 好在此风虽然说数量不少 但对辟邪神雷根本没有一丝抵挡之力啊 几乎沾之利弊 韩丽的神雷倒也没有消耗多少的样子 除了这种拳头大的飓风之外 紫物中也有数只通体血红的怪异的蝙蝠 这种蝙蝠除了颜色之外 看起来和普通的蝙蝠是一般无二 但是你要是用飞剑一剑斩之后呢 这剑光竟未能斩杀蝙蝠 还是飞剑本体斩过之后 隐隐的赶到一顿 这才劈开这个蝙蝠的身体 这让韩丽心中暗暗吃惊啊 要知道青竹风云剑 掺入了羹睛之后 可以说是犀利无比啊 连烧刺一些的飞剑都能如斩草木一般 可是灭杀这个蝙蝠却有点不容易 可见啊 这些蝙蝠身体的坚硬了 无论是巨蝠还是雪浮 都是修仙界最常见的灵虫灵兽了 可竟然被人培育的如此难以对付 可见啊 不知道花费了多少心血在上面 而如今为了配合阵法 却无人操纵的布置在了这里 这些巨蝠和雪浮的威力 连一半都没有发挥出来啊 看来前边的那些修士为了拖延时间 还真的是不惜花费血本了 心中思量着 他以前边的那道紫色光柱只有十余丈的距离了 眼看呀 这似乎几步就过去 就可以将那光柱随后摧毁的样子 可就在这个时候 原本自从他进阵后就消失的紫色巨竹 忽然在光柱四周突然出现 然后呢 一阵模糊之后 迅速的向四周扩张开来呀 转眼之间呢 就包围在了密密麻麻的竹影当中 那道原本近在咫尺的光柱 也一下子就化为了青烟消失的无影无踪 这些光柱附近竟设有幻术的禁制 韩丽先是一愣 随即嘴角一翘啊 轻轻的笑了起来 只要不是先前遇到过一次的上古幻形化物 那种顶级的幻化之物 普通的幻术禁制 又怎么能够困住韩丽呢 他想也不想的 瞳孔中是蓝芒闪动 瞬间啊 在所有的紫竹 在眼前又变成幻影 光柱也赫然出现在原来的位置上 咆哮一抖 七八口金色剑是击射而出 在空中一个盘旋之后 在清明声中 木人就化为了一口金色巨剑 金芒一闪啊 一道奇粗的剑光 一下子就斩到了光柱的根部之上 轰的一声巨响传来 根部被后光柱是瞬间消失 而几乎与此同时呢 韩丽身边的紫乌竹林 无论幻影还是真实的尽致 全都以他为中心 大片的消失不见 足足空出百余帐广的一大片空地来 露出了地面上一块块的洁白的白砖 韩丽呢低头看了一眼 随即又抬头望向远处 还被子物笼罩的地方 只见其余的六道光柱 如今呢也只剩下了三根 另外两根呢 也不知道被那两个人竟先他一步击毁了 韩丽沉默了一会儿 没有过去破除其他光柱的意思 而是啊 掏出了一块零石 盘膝坐下 趁此机会 他要好好地想一下 古魔出现之后的对策 现在此山中聚集的大修士 妖魔鬼怪 那实在是不少了 他就是有三艳善和原音后期傀儡 一个不小心恐怕还是大有生命之忧啊 韩丽一边恢复着法力 一边呢目光转动着思量着 不知道过了多久之后 韩丽忽然呢 单手往腰间的橱带上一摸 顿时一块蓝的长方形的东西出现在了手中 这是当初在昆武山石碑中找到的那块缩小的金碑 此物说起来 隐藏的也算是隐秘至极 以他如此大的神石啊 盯着那石碑半天 都没有发现其中藏有此物 若不是土甲龙 对这个金石等宝物天生的 又石宝神通 他根本就不会发现的 而这金碑本身呢 也是够怪异的了 明明你说看起来吧 似乎是什么不知名的物质整体练化而成 但是偏偏呢 没注入灵力前又其重无比 但一旦注入灵力 则立刻又轻飘飘的油肉无物一般 但这一切呀 还不是最吸引行力的 让他最在意的 还是明刻在石碑上的那几行不知名的古文 这些古文虽然是上古时候的文字 但是 韩利却两眼一黑的 一个也不认识 竟是一种从来没有在任何典籍中 记载过的古文字 不过即使这样 韩利也可以通过这些古文字的形态 笔画肯定 这些文字出现的年代 甚至还远在他所熟知的所谓上古时期之前啊 这可真是货真价实的古物了 也绝对是一间一宝 韩利单手掂量了两下的清碑 还是叹了口气 手上光辖一闪 随即呢 将它说好了 就在这个时候 几乎一前一后啊 远处的法阵中 有两声接连传来 又有两根公柱被毁掉了 而仅剩下的最后一根光柱 甚至不用等韩利等人前去破坏 就光芒一阵暗淡的字形消失不见了 如此一来啊 这座堪称神庙的大阵 终于被他们联手破除了 在所有的子物幻影全部消失不见之后 其他的人影全部现行而出 但是马上从空中却传来了 前老魔暴怒的声音 独圣门的四个家伙呢 他们竟然认识此阵 悄悄的穿过此阵溜走了 韩利听完这话 目光一扫之下 果然发现呀 这独圣门四老 果然是踪迹皆无 哼 岂止是他嘛 还有那个小人也不见了 我说窜到我们几个人一起进来呢 果然一开始就打的什么鬼主意 那名元英七大汉一脸怒容的破口大骂起来 难怪这几个人忽然甩开我们单走了 哎 你们看看前面吧 白瑶仪叹了口气 一指往前一指啊 这个时候其余人也发现 在他们族下坐在的广场异端 赫然存在着十几条石阶 分别通向不同的方向 看来这几个人 觉得只要不和前面那些修士 选同一条路 或者对方分开人手之后 他们自负就可以独立应付了 所以才会单独溜掉 想独占什么吧 父老者也是眉头一皱 哼 这样也好 老夫爷早想一个人行动 谁敢挡我其宝 我就杀了谁 前老摩竟然迅速的恢复了冷静 然后那五道白影一晃之下 只见玉牌前各停留两三个 就将所有的石碑都看了一遍 然后毫不犹豫的白影一句 骑往那标游昆武殿的石阶飞射而去 见到此景啊 那边的大汉等人脸色微变 随即他们四个人操在一起 小声的嘀咕了起来 韩力的耳中呢 也响起了父老者的传音之声 看样子此阵破后 我等联手之事也算瓦解了 不知道韩兄下面有何打算呢 韩力吵了一眼不远处的老者 略一沉音之后 同样嘴唇微动的传音过去 这里通向的地方如此之多 韩某下边也打算独自行动了 只要不去选那几个特别引人注目的去处 应该不会有什么危险的 原来如此 但傅某可不敢一人行动 被那银池叶叉和狮禽兽暗中偷袭 在下可真的没有自保之力的 在下和白道友选一条石阶吧 能否有收获 就看各自的机缘咯 夫老者沉默了一下 苦笑了一声说道 这位九幽宗的长老啊 其实呢倒没有什么埋怨之意 毕竟如此多的人去探宝 的确不太适合多人同往一个地方寻觅 否则的真的出现了什么珍惜的宝物 一番争抢是避免不了的 而韩力神通呢 显然比他和白瑶仪高出一大截 还不如就在此地分头行事的好 福道友 韩道友 我等先走了 这边似乎啊 已经商量完毕 当即大汉呢 冲这边打了声招呼 就两两一组的在几个石碑前略转一圈 然后兵分两路的飞向其中的两条石阶 不久之后 他们的身影呢 就没入到了远处的灵物当中 不见了踪影 这个时候 父老者和白瑶仪暗中传音完毕 和韩力告辞一声之后 两人也挑选一条 没有人去过的 十阶迫不及待的 十一盏青春之树离开 偌大的广场 片刻之后啊 竟只剩下了韩力一人了 看了看空荡荡的四周 韩力脸上露出了一丝冷笑 目光在那些石碑上一扫 除了前边几拨人走过的 和昆武殿 镇摩塔等 一听呢就是昆武山重要的所在之外 剩下的都是一些 莫棱然可 让人没有办法判断的去处 惠明阁 祥云殿 勾玉坛 筑灵堂 难道 难道和令妻有关 韩力目光一顿 停在了某块石碑上 他虽然说知道 昆武殿 灵宝阁这样的去处 更可能寻到重宝 但是去的修士啊 肯定不少 他可没有兴趣 为此拼上这条小命 既然已经得到了裴英丹 这次能安然逃脱此地 才是最根本的 韩力心中思量着 觉得这柱林堂 十有八九啊 不会有人去 而他呢又有些感兴趣 当即身形一晃 就走上了石碑后面的石阶 往山上而去 就在 韩力身形消失不久之后 广场中心处 黄芒闪动 那银池夜叉 丑妇 还有狮禽兽三个妖物 在光芒中同时现行出来 土盾树 也只能施展到此了 再向前的话 就会触动地下的尽致了 银池夜叉 又将光滑一脸 然后 扭头望着通向昆武殿的石阶 缓缓地说道 这里残留的灵气波动 很强烈 看来那些人类羞蚀 刚将那些法阵破掉了 丑妇也是两手掐腰啊 就在这个时候 那只狮禽兽忽然嘀吼两声 然后双翅一盏 一下子就飞到了低空中 在几个石碑上 接连盘旋几圈 又飞了回来 这几个地方 都有人去过了 哎呀 狮禽道友的嗅觉 还真是灵敏啊 这人更好 那些人类羞蚀 分开行动 我抢夺本命牌 更容易得手了 哎 不过 闯昆武殿的羞蚀 若是神通不行的话 恐怕还真的没有办法 破除此殿的禁止 重复眉头一皱 又担心了起来 哼 没关系 若是这些人类不行 我呢 就在暗中 助他们一臂之力 只要不碰触 那几种 克制我们的禁止 其余的 我们破坏掉 还是有几分把握的 因此叶昌 深有把握的说道 既然这样 咱们就走吧 哎 先看看 在这条时间的修士 到底是哪些人 我说 叶叉兄 我三人中 就你的隐匿之术 最高明 出手 替我们掩饰一下身形吧 丑陋的女人 大大咧咧的说道 行 知道了 银翅叶叉 毫不在意的 答应一声 随后啊 背后双翅轻轻一抖 一股银霞从上面 狂涌而出 他们同时被席卷其中啊 随后光芒一闪 这妖物就隐匿不见起来 这个时候 在昆武山半山腰的石亭处 一只五色的孔雀 才刚刚从光幕出 探出了半个身子出来 对这一切 韩丽自然是不知道 他没有感觉到 这些妖物 此刻已经一步一步的 离他们越来越近 那也就预示着 他们的探险之路 可是险象 还生啊 预知后事如何 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收听 凡人修仙传 第六百三十四回 欢迎收听凡人修仙传 第六百三十四回 韩丽啊 脚尖点地 身形犹若无物的 一荡就树丈远去啊 拐了几个弯之后 那白玉广场 早就甩得无影无踪 石阶两旁呢 都是一些高大的灵术 其中既有韩丽认识的 也有从来就没有见到过的 他颇有一些兴趣的 望了两眼 这些树木 在这昆武山上 也不知道生长了多少万年 就是原来普通的灵木 现在也都成了 上好的炼器材料 不过 杭丽自然不会为了 这些东西 而放慢脚步的 走了大约一刻钟之后呢 眼前豁然一亮 在眼处 隐隐地看到了 一大片阁楼 哈利面露一丝喜色 当即身形加快了几步 转眼之间 就到了十阶的尽头 但是随即呢 神色一动 停止住了脚步 因为 面前一层白光 横在了身前 透过光幕 看去后面赫然是一堵 青色的巨墙 六七丈之高 已经将后面的 所有东西 都遮挡得严严实实 但是 面对十阶处 则有一个高大的牌楼 而且可以隐隐地看到 墙后的大片楼宇 而在牌楼显眼的顶部呢 用银粉书写着 筑灵堂三个大字 寒厉目光向四下望去 光幕式框大异常 将这庄园般的 筑灵堂全都照在其中 并没有什么 可以取巧进入的 看样子 当年封印此山的 上古修士 临走前 开启了所有的进制 将这里的一切都护住了 也许他们想着以后啊 还有机会 重回此山的 他心中默然的 但动作毫不迟疑 袍袖一抖 一道金光飞射而出 狠狠地斩在了光幕之上 斯拉一声脆响啊 飞剑所化的光 已仗着锋利 硬生生地 劈进了光幕持续身去 还是不得不停止下来 随机破开的 这光幕白光大放 又要重新弥合的样子 眉头一皱 他抬头啊 就往着光幕一点指 嗖地一声 飞剑 立刻飞射而回 剃开的光幕 再次合上了 望着足足有 胀血后的光幕 寒利估量了一下 这即使动用巨剑术 来攻击 恐怕都不会见效的 毕竟啊 像这样的 屏障类的禁止 若是不能一击回去 几乎可以瞬间 就恢复如初 当然若是他有心 也可以放出 试金虫 来慢慢吞噬 光幕上的灵力 估计呢 花个几天的时间 也能破除掉 这个禁止 但是他哪有那么多的时间 慢慢挡下去啊 只是略一盘算 他心中立刻就有了决定 单手呢 往腰间的储物袋上一拍 一个拳头大小的光团 飞射而出 一个盘旋之后 出现了一把 似样古朴的羽扇 表面金银红森色 灵之闪动不已啊 冲空中一招手 慈善的一声奉鸣 飞落而下 落到了寒历的手中 随后不客气的 两手一搓 光芒大放之下呀 慈善一下子 化为数尺大小 寒历单手祭出 目中冰冷的 望着眼前光幕一眼 微微的一晃手中宝扇 扑的一声 在他刻意控制体内 法力的情况之下 扇上虽然说 同样涌出了一股 三色火焰 但是这一次 此火并未化为火凤现身 而是呢 直接喷在了光幕之上 结果火焰所过之处 犹如春阳溶雪一般的 光幕顿时以肉眼可见的速度 迅速的融化消失 转眼之间呢 一个大洞就出现在了光幕之上 杭力目光一闪 手中的三叶扇一收 身形随即化为了一道青红 直接射进到了光幕之中 青红光滑一脸 杭力在排楼前显出了身形 然后转头看了一眼 只见这片刻之间呢 光幕再次的开始弥合起来 杭力嘴角 没法子露出一丝苦笑啊 看来出去的时候 还是要多费一番手脚才行 想到这里 他又查看了一下体内的法力 虽然说因为有过一次 动用三叶扇的经验 这一次操纵此扇 只动用了小半的威力 但是法力仍然损失了近三分之一啊 他摇了摇头一转身 大步的向十前后的中楼阁走去 前边几座楼阁 式样一样 都是两层大小 十余站高的小楼 杭力随意走进 靠近入口处的一座后发现 里面啊空荡荡的 除了一些桌椅之外 几乎别无他物 似乎呢 只是专门工人休息用的地方 看来是里面即使有些私人的物品 也在上古修士撤离的时候 早已经收拾得干干净净 虽然说心中早有所预料 杭力还是暗自叹了口气 如此一来呀 他对其他的楼阁也不抱太大的希望了 果然如此啊 一连将其他几处一样的阁楼 也转了一圈之后 同样的呢 一无所获 下面的其他几座 仿佛仓库一样的石屋 石垫前 这石垫看起来没有多大 至多呢 有百余战广的样子 但是 空体赤红颜色 犹如一层火焰 在整座石垫表面燃烧一般 画灵垫 杭力望着店门上边挂着的火红的牌匾 低声喃喃自语了一句 虽然说只是站在石垫外 但是一股炙热的气息 已经从店内向外扑面而来 他心中一动 随即双手一倍的走了进去 结果呀 人才刚一走进店门 两耳中立刻传来雷鸣般的哄响声 这让杭力双目一眯 目光急忙向店内一扫而去 只见数十丈广的大殿之内 虹霞阵 十几根火柱直直的树立在大殿四周 上面呢 盘着一条条的赤胶雕像 栩栩如生 从胶手中喷出一股股的虹霞 鸣而不散的 全罩在大殿最中间的一个锯顶之上 此顶六七丈之高 是样古朴 相比 韩丽以前见过的炉顶呢 可以算是一个庞然大物了 但是 韩丽心惊的是 此物被红霞断烧的通体赤红 早已看不出原来的颜色 表面散发的炙热高温 即使说相隔二三十丈远 仍然让他有一种犹如置身火山中的感觉呀 而他自从进入到此殿之后 不但口干舌燥 这裸露的肌肤更是立刻有一种 针刺一般的火辣疼痛的感觉 相信 若没有护体灵光 自动的形成一个清光照 他都怀疑 进入此殿的一瞬间 就要吃一个不大不小的亏了 不过 遇到这种情形 韩丽不怒 烦喜啊 目光在那些火上一扫之后 落到了锯顶之上 此时呢 此顶在大殿中间 一动不动 但是 从顶中 却发出了阵阵的雷鸣之声 以韩丽的炼气经验 这种形状的顶中 应该一直在锻炼什么东西才是 看来呀 总算不至于空手了 心中这么想着 韩丽吐了一口气 躲过那一股股喷射的红霞 身形灵巧的几晃之后 就从容的走向了锯顶 在离此顶六七丈距离的时候 韩丽脚步一缓 同时神识感应 锯顶表面蕴含的 惊人的火灵力 围着此物缓缓地转起圈来 不管里面有什么东西 经过这么多万年的锻炼 也肯定早起了未知的变化 即使好奇心大起 他也不会贸然的 就这样打开的 唱听网 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 你的唱听别样精彩 3w.听85.com 转了七八圈 第二行里脚步一停 若有所思的开始朝大殿其他的地方扫射起来 这么多年过去了 火柱和锯顶仍在作用着 附近的肯定有什么法阵 常年处于激发当中 他要做的 就是找出法阵的控制阵眼 加以摧毁 将四周的火柱暂时停下来 才好取宝啊 因为这个法阵 只是控制炼制本身 没有做任何的掩饰和藏匿 结果片刻之后呢 他的瞳孔蓝芒一闪 漠然盯住了大殿的某一处不起眼的角落 嘴角泛起了一丝倾笑 他不再理会据定 单手一扬 一道仗许长的金光 从手心处直接喷出 一下子就击到了那角落某处的地面上 轰的一声巨响啊 这个角落在一团金芒中爆裂开来 十几根光柱火芒一闪 交手喷吐的红霞同时戛然而止 金芒消失之后 一个仗许大的大坑出现在那里 在大坑周边还散落着一些破碎的阵盘残骸 还有数口寸许大的宝剑 悠然的漂浮在大坑上空处 飞剑这一击呢 竟然将埋在此地的一个阵盘化为了乌有 受此控制的遍布整座大殿地下的一座中型法阵 自然马上就停止了运转 韩力微微一笑 冲远处一招手 飞剑一声呼啸之后反射而回 一个盘旋没入袖中不见了踪迹 此时没有火柱的补充的巨顶上的红霞 他终于渐渐散去 但是韩力却没有马上去注意巨顶 反而低头凝望地面 目中蓝芒闪动之下 现出了意外之色 没有法阵的掩饰 他才发现 数十丈深的地下 全是一片火红啊 整座大殿竟然是修建在 一座极瓶火池之上的 怪不得四周的火柱 可以源源不断地提供 长久不衰的火匣 韩力心中恍然将目光一收 这才用灵目淡淡地望向了巨顶 想先透视一下顶中锻炼的 到底是何物在说 结果呢 他又是一愣 因为入目的同样是火一焰啊 似乎比先前的地火支持 还要赤红得多 尚未等得看清楚是什么 此顶仿佛通灵般的 发出了一阵嗡鸣 随之扑斥一声 一层赤红火焰浮现而出 将此顶再次包裹在其中 韩力嘴巴微张 脸上全是恶然之色呀 不过眨巴眨巴眼睛略以思量之后 脸上却又露出了惊喜的表情 原来这炉顶经过这么多年的淬炼 吸收的地火之力 早已精纯到了一个可怕的地步 竟让此顶由原先的普通法器呢 自行进阶成为一件 活属性异宝 这才变得如此通灵起来 这种通过了长时间灌注 某属性灵力 让法器自行升阶的事情 修仙界以前呢 并不是没有发生过 得到的宝物也威力卓势惊人 但是呢 此类宝物大多是机缘巧合之下 才能形成的 当年有些修仙宗门呢 曾一度用类似的方法 来尝试炼制一些高阶的宝物 但没过多久都纷纷放弃了尝试 为什么呢 因为用这种方法不但是耗时太久 动不动啊 就要上千年的时间 挤带修士的努力 而且成功率也低得可怜 偶尔有成功的 宝物威力的提升也只是稍许 与花费的时间和资源相比 根本是微不足道 而眼前的卢顶 肯定不是当年古修想用此法来提升什么等级 而是多半负责这画灵殿的古修啊 应该在炼制此物到了关键的时刻 却又因为什么不得已才撤离此山 这才无奈之下 启动了殿内法阵来自行炼制顶中之物 大概啊 他们还幻想着自己或者是门人 以后还能重新来取此物的 不过 这也只有在此山被封印了不知道多少万年的情况下 才会发生啊 毕竟 即使是上古修士 谁也不会吃饱了撑的没事干 用地火淬炼某种物体达到万年以上 否则还没炼制完毕 负责炼制的修士 就先大线来临 作画掉了呀 韩丽眼珠微转 胡乱猜想着当年之事 护体灵光同时自行大胜 抵御着几乎比先前高尚被许的炙热的高温 沉吟了片刻之后呢 忽然单手往腰间一拍 再一翻转 手上就多了一叠蓝色震旗出来 随后他身形在大殿中飞快的动作 一杆杆震旗 没入了大殿的各个角落当中 随后呢 韩丽又回到了巨顶之前 重新打亮眼前之物 口中咒语声响起 一层蓝护罩紧接着出现在了大殿之中 一下子就将韩丽连同巨顶同时照在旗内 原本炙热的气息在这水属性护罩的激发之下也一下子收敛了不少 韩丽并未停手 把灵兽带随手寄到了半空当中 一条条半尺长的雪白蜈蚣 斩动双翅飞射而出 正是已经净化出一对赤翼的六翼双弓啊 这些蜈蚣一阵灵活异常的盘旋之后 嗡名声中全都汇聚到了巨顶的上空 一个个儿张牙舞爪 蓄势待发的样子 韩丽这才放下心来 两手一挫 一层紫叶 默然在一只手掌上浮现而出 然后呢 不客气的虚空向面前的巨顶声一撞 一只紫色大手在巨顶上空浮现而出 然后毫不客气的一把抓向了顶盖 巨顶轰了一下微颤 顶上的赤红火焰一下子高涨背雪啊 并眨眼之间凝结了一只赤红的火鸟 口筒赤燕的迎向了大手 异样的爆响立刻在两者刚一接触时想起了 赤燕紫芒闪烁交织之下 火鸟竟一时抵住子手 没有让他立刻压下 含立见此目中闪过一丝异色呀 但是嘴里边毫不迟疑的发出了一声嘀呼 原来盘旋在巨顶上空的十几条六翼双弓 闻听此声之后 立刻呀 同时一张大口 一股股白的寒气从空中狂涌而下 一下子将那火鸟及其下边的火顶同时照在了其中啊 与此同时 含立也抬手冲着紫罗集火所画的大手 您重的一点指 此手在法学一催之下 凭空狂胀背雪 配合六翼双弓的寒气 更是威势惊人啊 五指距离之下 终于一把抓碎了赤红火鸟 然后此手毫不迟疑的向下方的顶盖一捞 当立声轻响 原本以为以此顶的神通肯定不止这些威能 但是啊 这毕竟是弃物成灵 而且没有主人驱使 轻人呢 被含立轻易的将顶盖一下子击飞树丈远啊 里面是红光一片 含立呢 正想细看看里边这到底有什么东西啊 却猛然的听到咔一声难听至极的鸟鸣之叫 随后一道赤芒从顶中射出 直奔大殿顶部击射而去啊 那速度可以说是奇快无比 竟硬生生的从两条雪白蜈蚣间穿过 而让他们的根本就来不及反应 砰一响之后 赤芒一头撞到了蓝色光幕之下 一顿之下呢 竟让光幕融化分解 转眼就要洞窗而出了 预知后事如何 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收听 凡人修仙传第635回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